消防小队长设变卖设备 拉同事开四人救护车魔力 台湾人很有爱心 捐赠了很多救护车 但新竹消防局这名同姓小队长 居然涉嫌把报废的救护车内设备 转手变卖 这些救护车上的气瓶单价等急救设备 依规定超过七年使用期限后 都会归为报废物品 但他竟将摊用品据为己有 转卖魔力 甚至涉嫌在外开设四人救护公司 还找来线上的消防员 利用下班时间到他的四人公司兼差 开民间救护车 正是嚣张大胆 昨天遭到调查局约谈 面前到我们要报废 原来车上的东西 它只会是一个背景 这些东西都没有列阐阐 有可能在分队里面保管 也许有些都已经报废了 就出去了 哦 原来这些东西都没列为财产 才让这个彭小队长有机可乘 调查局一定要好好查一查 若真是如此 又太对不起捐赠救护车的爱心民众了 东新闻新竹报导 戴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防